老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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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走 牵起陪跑绳 黑暗和光明的世界就此连结 陪跑员握一边 四丈朋友握一边 这条绳子就代表 我们跟四丈朋友之间的距离 四位野民人陪伴一位失明者练跑 陪跑绳串起的不但是安全 还有信任 我当时来的样子就是 我一只手这样紧绷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跟着摆动 因为我们平常拿手脏 都是身体的僵硬 从快走开始练习放松身体 两个月后 临过六十的赖淑兰 踏出了奔跑的第一步 从此以后 练跑的脚步没有停下 四 三 二 一 三大台北公益麻松 穷爱市正习小学 国队店经营活动 正习起码 今年是他后天失明后的第二十年 顶着台大毕业的光环 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赖淑兰在家人心目中 一直都是强人的形象 高二的时候 他本来在东海当校长秘书的 那个时候眼睛上面 可能只能感受到光了 他没有办法 只要从东海那边就退休了 那时候我爸非常非常不习惯 我妈自己也非常不习惯 在律师儿子的心中 赖淑兰从积极就医 势力渐渐丧失到重新站起 历经的三个人生重大阶段 展现的是在困境中 面对脆弱却不服输的坚强意识 我妈那时候常常会讲说 她失明之后会变成一个新生的人 那失明第三年她会说她三岁 失明第五年她会说她五岁这样子 我想她可能真正比较占得出来 应该或许是在第五年之后的事情 26岁时赖淑兰被诊断出 罹患了世网末色素变性 虽然积极就医了20年 失利还是逐渐丧失 最后终于在46岁时成为全盲 信仰因此成为她的依靠 圣经上告诉我说 这可能是一个化过妆的祝福 我就抓住这样的应许 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学 一切的生活技能都得重新来过 这对个性独立又能干的 蓝水兰来说 真的是一路过关斩将 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 需要学习 喂 贯虎 有听到了 好开心 因为那个大爱台的记者 现在在我旁边 那他们要我把我上次去路跑的影片 要传给他 那这个动作我是还不会做的 所以可不可以请你指导一下 就这个 弹钮 片尾传 输入讯息 传送 弹钮 传送 就传送 我就点出去了 是啊 在老师的指导下 自信地使用盲用电脑 现在的蓝水兰 跟刚刚失明时的状况 完全不同 因为势力的上司 自信心上司很多 所以很不肯定 自己能不能学得会 那也不肯定 未来可以怎么样 我们透过一步一步教他 他发现到他自己会的时候 他的信心会渐渐长出来 冒号 行为 煮虾米 中文 重新学习 不需要靠眼力选字的输入法 靠触觉摸索键盘位置之后 烂书兰不但已经可以流畅地打字 还在失明后花了十年 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甚至把这一路走来的精心路程 写成《人生下半场》这本书 然后他重回职场 做到了后天失明者 最困难的职业重建 这一切让他体认到 苦难是化过妆的祝福 有人跟我说 你又是看得见 你不是女超人或女强人 我就跟他们说都不是 如果我今天人人看得见 我一定是怎么样 过三打生活 打高尔夫球 打牌 打屁 但是我比较欣赏现在的 因为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能屈 能神 各位同学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心理社会适应的意义跟内涵 身心障碍者可能他们要 在返回职场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一种压力吧 可是我觉得老师就是很勇敢 也其实很有自信 在传授我们这些知识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真的做得很好 你们这方案的目的是要 就是希望可以来参加的这些正常 可以合到的人 他们可以了解世上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很看到就是一个人 他从情绪很低落的过程 然后到他后来慢慢在生活上面的一些 适应 他可以重新回过到社会的生活上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社工 专专业一直都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完美的人生打掉重练 走进黑暗20年 如今他不但拥有台湾第一位 全盲博士的头衔 在三所大学任教 也在2012年时 获颁第一届台湾视障精英奖 成为成功重建生活 心理与职业的后天全盲者典范 说不定未来的科技有可能 让他能够在里面看到的可能性 希望我们能够在看到我的时候 能够绝得很开心 能够绝得很骄傲 3 2 1 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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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岁的赖淑兰 在他的人生下半场 勇敢奔跑 活出明光 赖老师加油 勇敢奔跑 stole 胃他们的反框 泥